学习之前没有讲完的主题 数字 我们之前都有讲过 就是数怎么念 从零到十 然后二十到一百 包括千万百万 就都有念法都有说过 然后还有几分之几是怎么念的 最后我们应该是讲到小数 小数点几点几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具体的有哪些例子 那我们上次呢 这一面是讲过的 比如说零点一 可以是 也可以说 这是零点二 或者你说 这个是零点六 或者你说 一点一呢 一点一呢 二点五 三点五 三点五 五十 接下来的就比较大的数字了 可能会复杂一点 那我们先还是来念这边吧 四十二点八的话 四十二点八 整数的部分呢 我们说过 它如果要变 不管是一千 二千 它只变最后一个数 个位数 所以呢 这里 四十二是不变的 四十二变成四十二 然后八 四十二整 然后十分之八 就是四十二点八嘛 四十二整理 八 十三 五十三 点一 零 五十三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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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五十三点一 每次说五十 应该是 53,1 и 5.1 100,1 然后这边 0.01 这样比较小的 就不只是 就是 сотая和 сотых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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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2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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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1 串的话会觉得怎么那么复杂好烦 而且还有 这样子的变化 但是其实只要把它 最主要的规律掌握了呢 就不会很难 多练习说熟一点的话就会了 因为本来数字就是 不管是语言学到什么程度 遇到数字的时候 它都会可能会稍微放慢一点语速 就是很难的一个部分 所以好好学不要紧张 然后俄语中小数书写时呢 小数点前后两部分之间 可以用动号隔开 也可以用连词 一就是和连接 或者什么都不用 比如说0.1 可以写成以下三种形式 然后口语中的小数点前的 可以省略掉 比如说3.1可以读成 它原来如果按照正确规范的书写 就是 但是它口语中呢 你要速度快嘛 因为确实也太长了 它就可以读成 3.1.1 3.1 这就是口语中3.1的表达 0.005 可以读成 0.1.1 它原本是0.005 它原本是0.005 但它把那个 0.005省略掉 就是0.005 这就是0.005 7.002呢 可以读成 原本读成 7.005 2.005 不对 这里 错了 这应该是 0.005 就是 5.005 不好意思 多打了一个点 如果它是两个零的话 应该是 5.005 跟这里一样 然后7.005呢 是 7.005 2.005 把3.005省略掉 就是 7.005 2.005 口语中的小数点 后面的 1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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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可以省略的 也就是 逐个读出数字 就可以了 小数点用1 表示 即可 3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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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38.2 那就是 38.2 38.3 14.5 38.1 百分数 百分数呢 它是用 placente 表示的 当百分号 前面的数字 为整数时 数字 后面的 placente 的变革 就跟名词 的变革 是一样的了 比如说 1呢 就是 1 placente 1呢 就是 1 placente 2 2 2 placente 2 placente 因为它这个placente 它是 阳性嘛 所以它是 2 placente 而不是 2 placente 之类的 它是 2 placente 然后当 百分号 前面的 数字 是 小数时 无论是 几位数的 小数 数字 后面的 placente 一律用 单数 二个形式 就是 placente 比如说 0.1 百分之 0.1 就是 Norizelich 1 10 placente Norizelich 1 10 placente 18.2 百分比 百分之 18.2 18.2 百分之 百分之 18.2 百分之 0.01 百分之 0.01 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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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0.05% 99.99 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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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